卢州区永安大桥在每天上下班的时间 可以说是塞车的情况相当的严重 附近的住户以及用路人都希望能够增设闸道 但是由于附近没有腹地增设 必须要先行处理土地征收等事项 卢州区的永安大桥因为连接高速公路 以及64线快速道路 每到上下班的时间都相当的庸塞 里长期盼可以增设闸道来改善交通流量 第一案永康里林世峰里长提案 就是永安大桥每天上下班车流塞车严重 那建议可以增设闸道 或者是做相关的分流措施 改善交通的流量 那以下为相关的那个现况照片 那全责单位为新工处跟交通局 那新工处的答复是 目前卢州侧的部分 其实腹地已经不够了 所以说工程面评估较不可行 那交通局答复是 本案会在考虑后续的土地征收 跟都市计划用地变更 那我们会再请城乡局 严密拉入大山鲁地区的都市计划 后续的一个办理期程 不过由于永安大桥 卢州端的部分 目前并没有合适的腹地 因此必须先处理土地征收 以及用地变更等问题 而且还需要整合民众的意愿 那因为这个地方的用地 基本上它是属于非都市计划的土地 那所以需要办理都市计划变更 跟非都土地的那个变定变更 那这个部分的话 呃 城乡局也有初步去问了一下民众 对于那个 呃 去乱征收的意愿 那因为民众的那个 大部分都没有意愿 那所以这个困难性比较高 那但是后续我们还是会建议 城乡局这边 那个把那个 呃 这个土地纳入大三炉的都市计划 去做检讨 近北市交通局也持续和公务局研议 希望克服工程以及用地的问题 并且会请城乡局研议 纳入大三炉都市计划区 尽早改善车流的状况 记者沈正林锦鱼 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